作为目前杖姆最火爆的动漫作品 《鬼灭之刃》成功打破了 海贼王统治了长达20年的王者宝座 成为新一代的杖姆之王 其中飞碟社的动画画制作乌乌克莫 它那可谓烧浅的画面 更是将这部作品的精华 展现得淋漓尽致 特别是女性角色的描绘 更是细腻生动 也瞬间吸引了大黑男同胞的目光 今天安慰我就来为您传点一下 这部作品中堪称五大女神级的角色 《葬门你豆子》 《葬门你豆子》是本作的第一女主角 同时也是男主角叹智郎的妹妹 由于鬼舞时无惨的袭击 而导致全家人被杀 自己也成为了鬼 但在玲珑佐金刺的暗示下 变成了可以保护人类 而仇视鬼的状态 虽然外表很可爱 但力量却超乎想象的大 被善意展开了猛烈的爱情公式 《葬门你豆子》在《鬼灭之刃》中的人气指数相当高 这不仅在于他的外貌非常动人 他温柔的性格以及呵护家人的感情 也感染了美女粉丝 而且作为本作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之一 与豆子的身材也让人大夫眼前一亮 这可能也是他人气高的一个很大原因吧 立花落香奈夫 香奈夫是鬼杀队的成员之一 作为重铸蝶蝶人的继子 而身受鬼杀队的敬重 但其童年可谓是悲惨 不与残暴的父母 给香奈夫带来了精神上 和热底上的双重折磨 在被父母卖给人饭之后 被蝶蝶前面救下 从而开始了新的生活 但也因为同年而变得自闭 不爱说话 与炭治郎的邂逅 成为了香奈夫命运的转折点 原本不善于自主的香奈夫 在炭治郎的帮助下 开始懂得自己选择和说话 并也因此对炭治郎十分在意 对于大多数粉丝来说 香奈夫和炭治郎是标准的官配 再加上你豆子和善意 就只剩下一只助一人孤单寂寞了 蝴蝶人 蝴蝶人是鬼杀队中的重铸 虽然个子矮小 力气也不大 但却很擅长制作毒药 而且身法也相当迅速 在战斗中犹如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蝶的长相十分娇小 虽然平时扑狗言笑 甚至有些严肃 但是当他笑的那一刻 就会令人明白什么效果忽然移动 蝶的姐姐名叫香奈婢 原是上一代花柱 但在一次任务中 死在了尚嫌之二铜魔的手中 对杀死姐姐的鬼充满了恨意的人 于是加入了鬼杀队 并不见成长违心的重铸 不见成片遭遇了铜魔 却惨被铜魔吸收 可今在香奈婢婆一只猪的帮助下 最终改杀了铜魔 而自己也因此牺牲 甘露丝蜜蜜蜜蜜 自己的男人做老公 甘露丝参称本作第一性感游户 一举一动都散发着 隆隆的荷尔能气息 加上其暴露的衣着 这是因为负责为鬼杀队 队员制作衣服的前天正男士的色鬼 故意将甘露丝的上衣 盖成了长衣装 兔子裁剪装为了短裙 还有小八妹送给她的绿色长袜 都令她充满了极致热惑 仅度为绅士戴好自己的眼镜 依次下车 随我十五彩 要问谁是本作最高冷的女神 莫过于我们的女装大佬 别无时无惨 这个外露的源头 别的失足 即使变成女人 也如同高高在上的王一样 不过无惨的外表还是很漂亮的 而且令人意外的是 也得到了不少男粉丝的拥护 看来在很多男同胞的眼中 是男是女不动药 长得漂亮才是王道 哪位才是你们最爱的女神呢 留言在下方让我知道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 感谢观看